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出 谷歌将在中国推出定制版搜索引擎 亦得百度股价 应声下跌 而好相关部门已经否定了该消息 谷歌人服务会是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消息指出 谷歌正在与腾讯 浪潮和其他中国公司进行谈判 根据协议 谷歌人将通过国内合作伙伴提供Google Drive和Google Docs等服务 类似苹果iCloud的运营模式 后者已经与云上贵州和中国电信片亿云达成合作 提供本地化服务 消息还指出 谷歌已经将合作伙伴范围缩小至三家 中美贸易关系或许给谷歌云入华带来意料之外的困难 由于相关规定 国内云服务厂商的数据必须留在本地 在谷歌云之前 AWS和微软都分别采用了和本土公司可宁的方式提供云服务 AWS和光环新网 微软和世纪互联 两者的组合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 AWS和微软的云服务也能正常开展 不过中国云服务市场仍然是本土公司占据主导地位 2017年中国公有云服务整体市场规模 IaaS高小首次超过41美金 IaaS市场增速达到72% 2017年排名前五的中国公有云 IaaS厂商分别为阿里云 腾讯云 天一云 金山云和AWS 阿里云仍占据统治地位 市场份额相比去年进一步上升 达到45.5% 腾讯云位列第二 市场份额突破10% 中国电信排名第三 同比增长约51% 金山云排第四 实现同比增长82% AWS则首次进入中国IaaS市场前五位 谷歌财宝数据显示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2018年第二季度总营收为326.57亿美元 同比增长26% 但谷歌并未透露云业务的具体情况 相关机构对比AWS占31%的市场份额对应62亿美元的营收猜测 AWS官方数据为61亿美元 谷歌云当季8%的市场份额营收约为16亿美元 近日谷歌刚刚召开与年度大会 Google Cloud Next 2018 谷歌与首席科学家李飞飞 谷歌与A2研发负责人 李佳介绍了Google AI的最新产品 包括Otomo自然语言和Otomo翻译工具 以及推出人工智能科服中心解决方案 公布了PPU3.0第三代PPU天片的进展 截至发稿前 腾讯和浪潮均为就此事回应 And相关阅读苹果市值破2亿美元 听多多遭集体诉讼 谷歌再入华传闻或并不属实雷锋早报关注雷锋网 Life Home FC 恢复二家读者全交歌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